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另外一期的宏观散打2.0 今天就是9月4日星期一 今天就在公司放了工回来之后 因为今天都很热 已经是9月头 又刚刚打完风 但是我打算天气会比较凉快一点 怎知道又不是 不知是否有另外一个风在台湾那边影响香港的气温 其实今天感觉上都很异 温度其实都高 我想都可能有33度 天文台就今早凌晨4点多就挂在1号风球 不过今次应该这个风就打不成 因为第一就比较远 那个似乎那个方向就移动的路线 就不是很向着香港这边 还有其实那个风就相对 刚刚打完的 那个就都比较弱一点 希望就安然度过 不知大家今次如果是香港朋友的话 刚刚这个上海周末 10号风球影响大不大 我印象中呢 几年前山竹和天甲那次 其实就我家相对都安然无恙的 今次这个风呢 同样地都是10号风球 不过维持的时间就不算是很长时间 相对来说 但是呢 不知是否因为今次的风向呢 那个刚刚我住在港岛东区北角 都吃得比较硬一点 那我们那些比较旧的楼啊 那些铝窗始终都有回几十年呢 可能那些胶边有些老化硬化了 都有一晚最严重的那晚呢 其实都有一些水真的吹到入屋那里 就直接在那个铝窗边那里 直接见着那些水是这样 一阵涌一阵 就是逐一点逐一点涌进来 都搞了半晚了 所以就今次都有一些影响 希望大家都安然无恙啦 那今天散打来说的话呢 就真的讲几个比较散一点的话题啦 因为其实就没太多时间准备 那回到来就热死腾腾啦 那就是临着身之后 那就是六个散打 因为今晚呢 就还要上个电视台做个访问 那所以就只可以有比较短的时间那样 那几样东西想到呢 那就上个星期呢 其实美国呢都出了很多的一些 就是经济数据的 那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呢都是比较市场预期呢 是略为地失息的 老实说是 由上个星期 那在台湾的时候出了一些 譬如说叫Jox的Jox Jox这个叫职位空缺的报告啦 那这个是显示着 就是七月份的数据来说的话呢 就是美国有八十多万份职位空缺 那市场预期呢 就是有成九十五万份的 那所以其实当然就比市场预期差啦 那再加上呢就是对上一个月呢 那个职位空缺的数字呢 也都向下收定 那似乎呢 其实看近期 美国不少的经济数据呢 都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是呢 收定之后的数据 比之前那个所谓要预估 或者最初公布的数字呢 是稍入不如的 那就是向下收定了 那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说在过去这两个月来说的话 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 其实并不如之前那麽强劲 或者那麽利好那样 那所以理论上来说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叫做 不好的消息 一个负面的消息 先这样讲啦 那除了这个Jox的一个 即是职位空缺数据来说的话 那上个星期中间的时候呢 也都出了就是 美国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的数字 那这样 那最初公布的时候呢 第二季度的GDP增长 就是2.4%的 以年利率计的话 以年利率计的话 那现在收定了呢 就是2.1% 那那其实美国的 这些比较主要的 大型一点的经济数据呢 很多时候呢 是有个初值啦 跟着就有个收定啦 然后还有一个中值的 那所以呢这个GDP呢 就是其中一个呢 是会 还有一个中值的数据 那应该就是 今个月月稍后时间 会公布一个中值的数据 那这样 那起码我们看到 就是说那个收定的数据呢 就由之前的2.4的年率增长 就降到现在2.1%啦 那另外上个星期呢 也都出了就是 就是这个7月份的 那个所谓叫PCE评减 物价指数 那这个就是联储局 一直以来来说 比较看重一点的数字 那这样 那而7月份的这个 这个PCE评减指数呢 就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就是比6月份的数据呢 是向上加快了 那就是说呢 那个通胀的情况来说 那7月份呢 似乎有一个加快的情况 就不是向下的情况 那这些种种的数据来说的话 如果是平时来说的话呢 就应该是会当是一个 比较负面的消息的了 OK 那但是如果看上个星期 美国的股市整体来说的话呢 表现是不错的喔 美国三大指数 杜瓊斯啦 S&P500啦 这个 这个 纳斯达克那样的 那杜瓊斯上个星期升了1.2% S&P升了差不多2% 纳斯达克升了3.2% OK 除了美国三大数据之外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譬如说 如果看看一些商品的价格啦 上个星期整体来说的话都是做好的 譬如说 能源价格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 这个两大 就是全球两大的 原油的那个Benchmark 就是美国的这个WTI 上个星期升了好像7点多% 另外英国的布朗安德油价 上个星期都升了5点多% 甚至乎一些 跟叫做经济比较敏感一点的 一些所谓叫做工业用的金属 就是基本金属来说的话 包括铝啊 铜啊 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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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星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全部都是上升了的 所以 挺奇怪的就是 美国的数据失色 其实和上个星期中国的经济数据 其实都不英俊 老实说 上个星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中国出了就是一个官方数据的制造业PMI 服务业PMI 那这个服务业PMI呢 其实就向下 就是 就是 減慢了的 虽然都还是50点流上 好像是51 但是就比市场预期是差 也都比之前一个月低了的 那这个制造业的数据呢 是有轻微反弹 但是就算是反弹了的话呢 都仍然是未到50点流上 即都仍然是一个收缩状态 那所以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数据都不理想 但是市场就反应是相当正面 OK 喏 我觉得 即是怎样去解读这件事呢 我想那个市场呢 可能是越来越开始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呢 美国的经济是 可能 并没有之前预期的那么强劲 但是 反而是好事哦 因为 之前 大家有些担心就是说 哦 美国的经济 就是 估不到那么强哦 就业市场又非常之那么强劲哦 所以大家都担心就是呢 就业市场强劲 会推动工资上升 跟着就推动那个通胀 会是 就是担转头加快 那联储局呢 就要更加是进取地加息 以压迹的通胀 所以就 就引申到一系列的一个演算 那样啊 但是现在咦 原来美国的经济 仍然是 没错维持增长 不过那个增长步伐 不像之前预期那么强劲那样 咦 反而大家就觉得咦 可能是担回来 联储局可能就不需要再加息了哦 即可能已经是收工了哦 那其实联储局很大机会收工的话呢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的 我觉得七月份联储局加息那次呢 有机会已经是今次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了 OK 因为我也有说过就是说 我看这个美国经济是有一个机会呢 是向着这个所谓金发女孩的 这个经济的状态 就是一个不太热不太冷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不太热不太冷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 因为如果经济太过热 那就是说可能是哦 就是这个老公市场很紧张啊 这个工资慢慢的上升啊 抢高了人工啊 又抢高了物价啊 接着炒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联储局就需要狠狠地加息啊 于是就会更加令到 那个经济出现了一个硬着路的机会 那现在反而就是咦 似乎是 开始越来越多人有个这样的意识 就是说咦 美国经济维持息度增长 OK 又不是过热又不是过冷 那这个是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因为那个经济如果是太热 当然会触发通胀触发加息啊 如果那个经济太冷的 那就是说以为大家没得烤 没得烤 没蛋饭吃 那于是企业不景气 于是会也造成就是 那个股市啊 投资市场 就当然是会向下发展啊 那现在不太热不太冷的话 那就是一个其实就大家都可以 有口饭可以找到吃 OK 有工又可以开的 那这个其实就反而是一个 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个就是 那所以在这样的发展下来说的话呢 其实反而是有机会会造就了 那就是美国投资市场呢 是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健 而可以再长一点的一个温和扩张 这个就是 那其实除了这个美股 其实我对美股下半年我之前也有说过 我仍然是维持一个比较相对乐观的状态 因为第一 我不觉得美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衰退危机 OK 而我也觉得就是 那个通胀其实是一个持续地 就是放慢的情况 联储局那个加息周期 在我角度来说的话 已经是差不多完结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环境下来说的话 应该是对股市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 除了美股之外来说的话 其实美债也是有一些可以考虑的余地 不过就不是在国债那里 我之前也有说过 还有其实在过去几个星期 都在一些媒体那里 其实都有谈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近期来说 似乎不少的一些银行 或者一些证券公司来说的话 似乎都挺热冲地推这个美国国债 因为大家都觉得联储局加息周期 就算未到底的话 即未到顶的话应该都差不多了 这样去到明年来说的话 可能就会掉头减息了 那减息来说的话 一般情况就对债券市场是有个正面的一个影响 所以大家就觉得 咦不如考虑一下美国国库债 一来就虽然被Fitch撕了一条柴 但仍然是两个A加一个非常之高的信用评级 再加上美国短期的国债来说的话 现在都还有五厘多这样 喂OK喔 那还想怎样呢 那就是有个比较稳健的信贷评级 又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息的机会 再加上我好像也都见到有些朋友都分享 就说好像某些在香港的一些券商来说的话 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门栏 就买到美国国库的债券 还有不需要扣除那个利息的税收 那OK喔 但是其实我也有提及到 是五厘多不差的 那视乎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合适啦 还有风险来说的话 其实我真的不担心 美国有太大的一个不找数的一个风险 老实说是 只不过你说如果从我投资角度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企业 就是美国企业债呢 其实那个直拨率 和那个拨拨多少少的机会呢 比较大一点的 特别是因为如果美国的经济 真是一个不太热不太冻的状态来说的话呢 刚才所说的 不太热不太冻的经济状况呢 其实呢就对于各行各业来说的话呢 就反而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营运的一个环境 那即是如果各行各业都找到 餐饭的 找到饭吃的话呢 那其实对于一些企业债来说的话 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推动 而事实上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来说的话呢 在一个这样的温和经济增长状态来说的话呢 其实企业债券那个上升的空间和上升的能力来说的话呢 都是比这个国债呢 是来得高的 OK 而更加就是呢 在企业债来说的话呢 一些叫做垃圾级的 或者叫平级低一点的企业债呢 那个升幅就更加比较可观呢 因为经济如果是不太热不太冷的 各行各业找到饭吃的 那其实那个违约的风险相对会向下 那所以呢 对于一些那个平级低一点的企业债的话呢 反而有一个更加好的上升空间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近期美国经济一个 就是坏消息当做好消息去炒的一些联想 那讲完美国之后来说的话 或者讲一讲中国的近期 就是刚刚讲到这个企业的发展那样 就是讲讲这个 就是中国的企业发展 因为我们在这个 YouTube的那个频道来说的话呢 有些网友呢都很贴心 就说呢 啊雷总不如都是讲经济话题啦 就是始终第一 政治话题我又不是说很在行 就是政治话题在今时今日来说的话 都不容易讲OK 就是为免讲多错多OK 或者不一定是我错OK 就是我讲的可能我觉得没错啦 但是人家可能会觉得我错的 都是OK 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不如都是讲多些经济话题啦 OK啦 重善如流啦 我都讲过其实政治话题 政治并不是我最喜欢讲的东西 也都不是我不擅长去讲 不如与其献丑就不如藏绝啦 少讲啦 我只是说少讲啊 我没有说我完全不讲啊 有时候来说的话呢 真的呢 即是讲到兴起的时候呢 即是有时候都真的按都按不住 那一只 就讲两句伸两句啦 希望大家都理解量解这样啦 先讲讲一些企业的话题啦 话说呢 上个礼拜那时候呢 就这个中国的华为通讯呢 就推出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 哇这样就很吸引这个 就是网络上面的很多的一些 就是焦点啊留言啊这样 因为呢 这部华为的新的手机来说的话呢 就据问一些已经是最快拿到一部机上手 有做一些测试的人来说的话呢 就说呢 这部机很行喔 即是说呢 因为大家如果有留意都知道了 其实华为在过去几年来说的话 就被西方的国家啦 就一直都排斥啦 就特别是将去列为呢 就是一个对一些网络安全性 或者国家安全性有威胁的企业这样 所以呢 也都在美国拉头的打压底下来说的话呢 就令到就是一些比较是那个 就是技术先进一点的一些 就是晶片制造技术呢 也都不可以输入去中国 所以 而在手机来说呢 其实呢 就是我拍档啊 Eddy在这方面 他才是叫做他的擅长的东西 这个不是我最擅长的 不过 就是以我所知啦 那其实晶片的制作来说的话 你当然由高端去到比较成熟一点的 甚至乎去到十几啊二十几纳米啊 都现在你说的仍然有很广泛的使用的 你因为你不是每一样东西都需要去到最尖端最高端的 就是说三纳米啊四纳米的制程的产品 就是那些最先进的当然 你会用回一些最先进的最尖端的的仪器啊 那比如说一些超级电脑的上面啊 这些所谓叫做现在就是 就是热到爆的一些generative AI的芯片啊 甚至乎手机的芯片来说的话 都是其中一些呢 是最多使用一些最高端最先进制程的的晶片的 比如说 现在就是 我想今年啊 将会推出的最新一代的 这些就是苹果的i15手机的话呢 据文呢都应该是会用到就是 现在最最先进的 可能是三纳米啊四纳米的 的芯片制造的chips这样啊 但是你 就是再下一些的话 那其实你譬如十几纳米 二十几纳米的话 仍然是很广泛 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的 的仪器电子产品啊 包括就是汽车上面啊 那其实很广泛的 那问题就是 因为在手机来说的话呢 其中一些是那个要求 是比较高一点的 ok 所以呢 就是华为作为 就是中国的这个 就是手机的一个王牌 ok 都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 它宣布新的手机的开发销售 在网上可以订购来说的话呢 那不单止国内的消费者 当然是非常之热冲啦 趋之若武啦 鼎力支持啦 外国的媒体也是高度的关注 就是说咦 这部华为的最新的手机来说的话 到底里面的芯片是用什么的芯片呢 很明显地就是最高端的 就是现在说 就是 就是四纳米 ok 三纳米应该都不是很成熟啦 但是譬如我们当四纳米用的 那应该就不可以在中国那边 或者供应给中国的了 那就是说 华为这个 好 就是不太大机会 ok 用到那个水准的芯片 但是再下来说的话 其实 可能都不行的喔 因为 就是根据我所了解啦 美国现在其实只可以容许就是 可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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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纳米再下的可能是 就是十纳米啊 十一十二啊 那些 那些可能仍然是 有一个空间可以 就是 供应给中国 但是 去到七纳米的话 这个应该是 那个 不能跨越的 那条界线这样 那所以大家都好 就是 好 很有趣想 有兴趣想知道 就是 华为这部新机 到底是用一个什么的芯片呢 那今天呢 就有一间 国际知名的 一间公司 那 就 就是 专门就是拆开了这些高科技产品 就 看一下里面的 零部件的公司 就解剖了 华为部新的手机 那 就发觉呢 那个芯片呢 就第一 是中国本土制造的 OK 那就是这个中芯国际的一个产品 那这样 而那个 就是 这个 否释的结果之后呢 就发觉呢 这粒这样的 就是中芯制造的产品呢 用的技术呢 是七纳米的 那这个呢 就似乎就显示 咦 中国是 有这个 能力 是突破了 这个 美国的那个 禁制的渠道 可以在 就是 国内本土生产到七纳米的芯片的一个制程 那这个就 就是相当之厉害了 那当然啦 就是七纳米和现在 就是世界最尖端的 三四纳米的话呢 其实是说的是落后了两代 OK 差不多 那但是 就是 无论如何都好 因为 美国基本上就是 七纳米这个呢 是一个条界线来的 你不可以跨越的 OK 但是中国都能够 就是能够自己开发到 这个这样的 就是去到这个水准来说的话 那这个都绝对是一个 对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禁制来说的话呢 都是 打了一巴的 你已经是一个 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挺有趣的发展 问题就是 就是 中心国际是 怎样去做到这件事了 OK 那这个就当然要 就是再后一点才知道了 OK 那 有些估计 我相信这个话题呢 我拍档Eddie 应该会再 多一点探讨的这个 因为他才是这个 没有熟悉的 到底会不会就是 就是Eddie 以前也说过了 这个台积电 其实呢都有一些 就是以前的叫做 就是高职位的人呢 其实呢 就比 就是中国方面 就高身挖角 就去了中国那边 就开发这个芯片技术这样呢 就是会不会是这些台积电的 以前的一些旧账呢 就帮助这个中国的这个半导体制成 制品 就是做了这个突破呢 那这个就有待 迟些再揭条了 但是就 问题就是 好了 就是中国能够开发到七纳米的技术 有没有办法再进一步 再向上突破呢 那这个就 现在暂时看的话呢 这个难度是真的 挺大的 因为似乎就美国 你可以说美国的威逼你有底下 OK 就连这个欧洲 特别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光刻机的 就是全世界差不多叫做 独市那样制的 OK 这个ASMOL 这个呢 也都同意了就是说 就是 就是美国的要求 就是一些最高端的 一些 就是EUV的 的光刻机的话呢 是不会出去给中国 那 在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 就是中国如果要 再向上突破的话呢 那除非就是 它是真的 另辟途径了 OK 就可能已经不是 不是用传统的 这个这样的制作程式 就是它是 直接是开发了一套 全新的 不同的 的机制程式的一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其实看回现在 就是中美之间 那个这样的角力来说的话 其实呢 那个情况是真的 越来越似就是 就是第一次这个 就是冷战时代 就是这个美苏 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 就是 那时候来说的话 美苏是真的 就是 就是在那个 技术来说的话 是完全 差不多接近是零交流的 老实话 是各自 各自 各自 發展他们自己一套的 的技术 美国的这个火箭 登陆技术 俄罗斯 就是当时的苏联 他们自己一套的技术 在武器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核技术 导弹技术 那样东西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完全是各自的 的一个 就是发展各自演术 那OK 那也都没有什么点 在那个 就是 那个经济的一个合作上面 贸易方面其实都很少 就是 那当然今时今日 中国和美国都仍然是 就是互相之间 一个就是相当之重要的 一个贸易伙伴 那但是 在一些 敏感技术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就已经是 越来越 就是 少一个 就是 一个交流 啊 不要说合作的 OK 就是连做生意都是 开始在那里 就是切断这样 那所以其实 发展来说的话 其实都 似乎是越来越朝 那个方向去 虽然 美国和中国双方都 在外面的 来表述来说的话 都仍然是期望就是可以 有一个继续 就是生意照做 经济层面 贸易来说的话呢 就仍然维持一个 合作的 的关系 OK 那也都当然 也都在不同渠道来说的话 就就是互相地表述 就是说 这个 就是合作 才能够达到这个 共赢的一个 所以也都强调就是 大家沟通的重要性 就是 无论是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一路强调就是说 这个沟通的重要性 那样 那但是 是阿港就说了 OK 那但是做 是不是真的有做呢 那这样 那这个真的有趣 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呢 就 在看过去这几个月呢 由六月份 一路去到现在九月份 那 那就 其实就 都见过美国 至少美国方面来说的话呢 就派遣了几个不同的高层官员 就去中国那边 那先我们见到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 State Secretary OK 就是Anthony Blinken 那就先去了 那也都 获得 习近平主席的一个接见 那这样 那跟着就是 轮到就是裁长了 阿耶伦 阿耶伦 那也都 在七月份的时候呢 七月尾的时候呢 就过去了 那不过那次呢 好像呢 就没有见到 阿习主席了 那跟着就 过几星期前 OK 这个Remoto 就是 这个 贸易 这个就是 商务部部长这样 那也都去圆中 好像刚刚才回去了美国啦 好像没多久之前那样 那就 那 但是这次来说的话 其实都只是接见了就是 就是 就是见到就是 他主要的相关的一些 就是 商务部 相关的 的官员 那也都没有见到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 习主席好像就 就没有见到啦 有没有见到这个 副主席李强呢 这样我印象中都 都好像不太觉得 OK 我可能会记错了这个 是OK 但是 就是我见到就是 美国方面就似乎 起码是 就是做了他们 把口上面所说的 那个 那个 沟通 OK 就是他做了一样东西 那 so far来说的话 就是中国方面 就好像暂时 不认真见到 或者我或者可能没有留意到啦 或者我看漏了啦 但是如果是的话 我又麻烦指正一下啦 那就似乎就中方面来说的话 就到现在都是一个讲字 就说 是啊 这个沟通重要性啦 那你过来我就跟你沟通啦 OK 那我过不过去就另一回事啦 那起码暂时没见到啦 那 那还有来说的话呢 就算就是不要说两国互访啦 你就算是一些国际性的重要会议来说的话呢 似乎都有一些各自的一个盘算 那那 那 譬如 就是前两个礼拜那时候 这个就金砖五角的会议啦 那就 那习主席就有亲自出席啦 那虽然那次来说的话呢 就有一个比较是重要一点的 就是一个conference啦 一个forum啦 那 就 习主席就没有现身的 虽然那次来说的话 那个schedule是 是应该是习主席现身 就会有一个重要演讲这样的 那但是就他最终就没有了 OK 就派了代表 OK 那就去讲完就算了 OK 那跟着来说的话呢 其实呢 大家的焦点都会摆起 就是过两个礼拜的这个 叫做G20的一个会议这样啦 那因为 这个G20呢 其实呢就是 很多年前就先有这个G7啦 就是这个七大工业国啦 那后来七大工业国呢就 就 expand了OK 那就变成了这个G20 因为就觉得 这个世界是需要呢 就多些 有关键性的 的国家参与 是希望能够令到这个世界 就更加 就是 更加好啦 OK 大家有个沟通 更加好些啦 那所以这个G20 其实就是一个 扩大了 扩阔了的 一个G7的 一个这样的 议会这样 是一个会议这样 那如果这个G20来说的话 那当然 就是中国贵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话 那当然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 一个Member 那而事实上呢 由 就是 自从 习近平 出任了中国的 就是 主席来说的话 由2012年开始来说的话 其实呢 就过去那么多年呢 这个 习近平主席呢 都有亲自 就是 出席这个 G20的 的一个会议的 不过今年呢 就好像似乎了 刚刚今天看到了 就是 就是 派出了这个 副总理 李强呢 就代表中国出席 那似乎就 习近平主席 这次就不会 亲自延伸 那这样 就是这个 也都是 突破了 就是他 就是自从出任 这个 中国国家元首之后呢 的一个 惯常的做法 那这方面来说的话 怎样去 表述 或者去 这个 就是 突显这个 沟通的重要性呢 那这样 还是 这个沟通来说 就是 你来的 我就跟你沟通 我 过去的话 就等我去想想 那 就是怎样呢 这个 其实就是 不同层面的一个 一个演绎 这个就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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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下 或者再看多一点点 才知道 到底应该是怎样去 演绎 这个 所谓的沟通的 重要性 的一个 就是 中国的一个 表述 这个东西就是 是 好了 那不再多说了 再说的话呢 一会儿又再说一些政治的话题呢 又是我不擅长 一会儿又再说多错多 那反正 就是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那我都要准备一下 上载了之后呢 因为今晚都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媒体的一个 就是 节目要做这样 那所以今晚呢 也都和大家说一声就是 就是 应该都没办法 抽到时间呢 就是 在今天的这个散打 就是 首播的时候呢 可以在个网上 和大家在那个 就是聊天区那里呢 和大家互动 那就不好意思了 OK 那今次也都 就是再一次 错失了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那希望大家 就是体谅 下平白这样 OK好 那讲到这里 那大家保重 take care 那我们下个星期的散打 和大家再谈一下 OK好拜拜